在5月21号晚上 一名华有六个星期生孕的华裔少妇黄美馨 当天下班后乘搭Uber回家时 不料却搭上贼车 身上财物不但被洗劫而空 更因为精神崩溃导致流产 黄美馨透露 她是在上车后才发现 副驾驶座原来还有另一个人 我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你了 然后她就问我家在哪里 我也不告诉她 因为我很怕 然后她们就一直在找机会 要找一个地方给我下车 然后我在还没有drop我之前 已经在Li号前面 大路那边还被很多车 我还尝试要想办法 我就伸手去后面 希望其他路过的人可以看到我 然后她就拿到出来 她讲你载一动我就擦你 然后我就不能做任何东西 直到她载我去那个路边那边 此外黄美馨表示 自己一直以来都有承搭Uber的习惯 至今已经长达一年 对服务也感到放心 直到经历了这次时间 她称 事发后曾经致电Uber公司打16次 也曾经在手机APP上留言投报 但是对方却没有给予任何交代 即采取行动 我会出陪障 来逮捕我心灵上的损失 我心灵的伤害 你有本身想要怎样去要求他们讲负责吗 我接受打动法在法律上对他们提出 通告 通告 我要他们还我一个红道 我要他们负责了 对此民政党普中区部公共投诉部主任林华正 也促请Uber急于交代 甚至赤子公司没有强调安全性 也造成公众的恐慌 无论如何 Uber公司通过脸书做出回应 将对此事配合有关当局进行调查 并向公众保证 非常重视乘客的安全 也不会允许类似案件再发生 好了 by bwd6